冷錢包找到了 他給我下驚嘆號 他直接重磅消息說 其實這個冷錢包 北檢早就在8月34號跟9月27號 兩波大搜查的過程中 就已經查扣 所以一直都在北檢的手上 那為什麼至今北檢一直很低調 一直沒有正面談及這個冷錢包 有可能之前去找這個 精通虛擬貨幣的檢察官 陳文錦來 就是因為這個冷錢包 現在還沒有被破解 還沒被破解 他有密碼 所以到底裡面藏了多少錢 還有所謂金流 到底怎樣 很有可能北檢現在還在努力中 所以這個冷錢包的工房 可以想見絕對是接下來 整個柯文哲有沒有收賄重中之重 會不會橘子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回台灣 他是不是手上就握有 這個冷錢包的私藥 或者是助記池 如果一張紙帶在身上 無論怎麼樣都不會被發現 所以就想到說 之前陳柏惟不是說橘子 有人公開跟他喊話 對 說你為柯文哲奉獻 這麼多青春時間 不值得啦 對 不管是二點三億 三點一億 對你來說都沒有必要啦 二點三億跟三點一億 是不是代表說 柯文哲冷錢包裡面 就有可能是二點三億 或三點一億呢 因為現在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但是因為這些錢 我們看過鏡週刊有公開說 金華城變了兩次的公關費 一次四點三億 一次五億 就更對應到了 對 因為這個二點三億三點一 大家覺得很大 有可能嗎 可以 真的有可能 因為事實上 威京集團是有這樣注目的錢 往外流的 第一個呢 就是金華城之前報導過 在二零二二年十月 也就是金華城確定拿到 百分之八百四十的容積之後 金華城當時就有編論公 行賞的費用嘛 公關費 第一次一點八億 第二次二點五億 加起來四點三億 所以其實也通 如果假設真的有四點三億 那阿伯拿二點三億 也算是合理的啊 沒錯 完全有可能 吳政 到底有沒有冷錢包 我們不知道 可是北檢的回應 耐人尋味 北檢之前 講冷錢包的時候 北檢直接說 不知道冷錢包的消息 何來 對 檢方沒有在保險內 查扣USB 相關報導於事實不符 簡單講 這個冷錢包不是在USB 這個冷錢包不是在保險箱查到 可是今天 林傳媒直接出來說 有拿到冷錢包 現在查的就是那個金藥 北檢直接回應 我們無法評論 或是政 他沒有打電 表示這個可信度很高耶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進展 因為其實我們 長了這麼久的USB 我們之前一直在揣測USB裡面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帳測 所有大老闆 誰捐了多少 往來的金流 這個在最近都已經證實了 真的有 謝國良說溜嘴 對 巨細迷 通通都真的 第二件事情就冷錢包 那冷錢包之前都算是大家推測說 因為USB裡面如果這麼機密 最有可能是虛擬貨幣的冷錢包 但是我們無法證實 可是今天 林傳媒的獨家報導說 冷錢包找到了 他給我下金探號耶 他直接重磅消息說 其實這個冷錢包 北檢早就在8月30號跟9月27號 兩波大搜查的過程中 就已經查控 所以一直都在北檢的手上 對 那為什麼至今北檢一直很低調 一直沒有正面談及這個冷錢包 有可能之前去找這個 精通虛擬貨幣的檢察官陳文錦來 對 就是因為這個冷錢包 現在還沒有被破解 還沒被破解 他有密碼 對 所以到底裡面藏了多少錢 還有所謂金流 到底怎樣 很有可能北檢現在還在努力中 對 所以這個冷錢包的工房 可以想見絕對是接下來 整個柯文哲有沒有收惠重中之重 對 所以要了解這個冷錢包破解 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冷錢包的原理 大概怎樣 冷錢包就是說 它是類似一個USB隨身碟這樣裝置 沒有在接在網路上 離線的 那裡面有存你的虛擬貨幣 那冷錢包最重要就是 首先他要有一個這個私藥 等於是我們的密碼金釀之類的 沒有錯 他就像是我們銀行登帳戶 要有一個密碼 但這個私藥比一般我們密碼要更長 因為他大概會有50個數字和大小寫的字母 按照不固定的邏輯就隨機亂數來組成 像我的踢寬卡密碼66866 正全版本 太好拆了吧 不算不錯了 你這個就是電腦一秒鐘就破解了 他有50組 對 50組 而且有大小寫 有數字 然後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誰記得得 對 所以他其實這個加密性是很高的 例如說我們這個舉例 可能就會長這個樣子 5KYZ D U E O 3 913 這個就是冷錢包密碼 對 大概會類似這樣 這麼長什麼5KYZ 不是像我什麼753396716866 不是這種 這就是一定是亂數產生出來的 如果冷錢包的密碼是這麼長的話 沒有一個人類記得得 智商157也記不得 而且你錯一個 還有分大小寫你就掛了 所以一定要助記詞 助記詞是什麼 現在還沒找到嗎 有沒有可能在橘子手上 沒有時間關係 這段廣告 我們來慢慢聊 所以吳征 我們剛剛特別討論到阿伯 可能有冷錢包 因為這是媒體的報導 沒錯 那冷錢包裡面會有一個密碼 它叫私藥 私人的鑰匙 沒錯 這個私人鑰匙是長這副得意 誰記得得啊 什麼5KY 不小心就看成SKY ZDUE 還有大寫 還有小寫 還有數字 沒有人記得 所以才需要助記詞 其實冷錢包最重要 就是要存這一組私藥 那雖然我們剛剛講說 它就像是我們銀行帳戶密碼一樣 可是事實上 這個私藥比密碼更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個所謂的虛擬貨幣 它是存在網路這個區塊鏈上的 一個數據資料嘛 它不是像我們銀行帳戶 是有主管機關來發卡的 誰有這個私藥 誰就擁有那個區塊鏈的虛擬貨幣 沒有錯 因為我今天如果是銀行的密碼 要忘記 我本人帶著身份 站在銀行去銀行 就得回來嘛 我的錢會消失不見 可是我們講虛擬貨幣 它就是網路上的數據資料 所以你這個私藥如果你忘記了 你想不起來 你的財產全部通通不見 就找不回來了 他只認私藥 對 不論這筆財產是誰的 沒錯 認要不認人 可是我剛剛講說 這個私藥 哇 50位數字加大曜前一字母 太難記了 對 忘記怎麼辦 我幾千萬上億都不見 所以我們就要有這個助記詞 其實它只是由十二到二十組 不關聯的英文單詞來組成 所以你看 它雖然一樣 其實字數很長 因為你說說 一個英文 一組英文單詞 大概有四到五個英文字 通常 那其實十二組 你這樣也快五六十個字 也不太好記 二十四就上百個英文字 所以事實上 它的安全性也是高的 可是你透過它組成 一個單詞 一個單詞 Exclude Possible Vicious 就比較好去聯想 對 比如我想到阿川 我英文可以叫Raver Raver是穿流不行的Raver 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第二個可能是Handsome Handsome就無奏 那個無珍叫做Handsome 不是王一川嗎 還是他不是 王一川沒有 王一川是這個嚴肅 對 Serious 所以等於說 你如果掌握了私藥 就掌握了你的這個 冷錢包裡面的虛米貨幣 所以現在到底能不能 掌握這個私藥 或者是助記詞 其實就是檢方首先要做的工作了 那我們知道柯文哲 既然他都把他的所有相關經理 已經寄得這麼巨細迷了 這個真正 如果冷錢包真的存在 掌握了冷錢包入口的私藥 跟助記詞 他一定也會寄在某個地方 那所以那包含說 這一個所謂的助記詞 一般我們市面上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第一種是 因為說實在 二十四組單字其實也很多 我也怕忘記 所以可能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拿一張紙寫下來 不要不要笑 覺得這個很原始 但說實在很安全 紙鈔太弱了吧 對啊 而且我一張紙 說實在 我隨便藏在我家一個地方 那比鈔票更難找 一般人看到一張紙上面 有些記憶單字 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第一種 直接實體保存寫在紙上 第二種呢 好 就是數位保存 你把這個十二到二十四個單字 可能記在電腦裡 或記在網路上 雲端硬碟上 對 但是這樣風險就比較高 還是有可能 因為網路上就可能被害 就可能被攻擊嘛 但是問題是現在這麼電腦發達 我們北極會找超級電腦啊 去破解啊 有這麼難嗎 對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 心裡可能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北極到底行不行啊 啊 冷錢爆USB都握在手上 現在不是隨便超一電腦 一兩秒就 逃脫破解嗎 來弄一下 突然覺得這個一直跑 BBBB 第一個 我看現在應該是A A不對 B再C再D 電腦一直試 試到破解嗎 暴力破解不行嗎 是 我跟你講 因為呢 這個私藥 真的它的數字非常龐大 對 一組私藥呢 等於是 它的產生等於是 二的兩百五十六次次方 有多大呢 所以這個真的是天文數字 二的二五六次方 來我們考一下李正浩 博士 這個 二的二五六次方多少 我只知道二的十次方是1024 再上去就不會了 總共驗證 因為它的變化非常多 數字非常大 所以如果一台電腦去破解 要一千年 可能要一千零二四年 什麼一千年 我一年都等不了了 一千年 我檢方兩個月要起訴了 對啊 搞什麼 第一個是就算真的暴力破解 它的難度其實也很高 好 那一定要找到關鍵的 沒錯 那這個關鍵的很多講橘子嘛 對不對 那這個橘子到底會不會回來 對 所以其實這就講到接下來 到底要怎麼樣找到這個助記詞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 其實助記詞寫在一個紙上就可以嘛 對 所以我們之前講說橘子 到底有沒有辦法帶很多的現金出國呢 因為你在海關不會被發現嗎 情況一掃 不會人家覺得很奇怪 整個整個這個行李箱裡面都超票嗎 對 但現在就想說欸會不會橘子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回台灣 他是不是手上就握有這個冷錢包的私藥 或者是助記詞 對 如果一張紙帶在身上 無論怎麼樣都不會被發現嘛 是 所以就想到說欸 之前陳柏惟不是說橘子有人公開跟他喊話 說你為柯文哲奉獻這麼多青春時間不值得啦 對 不管是二點三億三點一億 對你來說都沒有必要啦 二點三億跟三點一億 是不是代表說柯文哲冷錢包裡面就有可能是二點三億或三點一億呢 因為現在沒有人知道是不是 但是因為這些錢我們看過鏡周刊有公開說 金華城變了兩次的公關費 一次四點三億一次五億就更對應到了 對 因為這個二點三億三點一大家覺得很大 有可能嗎 可欸 真的有可能喔 因為事實上威京集團是有這樣數目前往外流的 第一個呢就是金華城之前報導過 在二零二二年十月 也就是金華城確定拿到百分之八百四十的容積之後 金華城當時就有邊論功行賞的費用嘛 公關費第一次一點八億 第二次二點五億加起來四點三億 所以其實也通 如果假設真的有四點三億 那阿伯拿二點三億也算是合理的啊 沒錯 完全有可能 而且不只喔 包含說其實鼎月集團當時跟金華城公司 買下 飆下來這個金華城的土地 當時在七月裡面就有講說 鼎月要把融機獎勵賺到的錢 再分紅吐回去給金華城 是 所以這裡面呢 當時按照他們分紅公司 其實鼎月已經回會給金華城公司 也高達四點七億 四點七阿伯拿三點一 拿最大頭也合理啊 不過分吧 假如真的是柯文哲一手出力把他推上去 拿最大包合情合理嘛 是 所以現在呢 桂石就說啊 柯文哲會不會把堵住全放一顆橘子身上呢 會不會除了橘子身上 還有其他人手上也掌握助記池呢 掌握助記池 就能夠整個破獲柯文哲全面的金流網路 所以這就是接下來檢調偵辦最重要的重點 咬啊 助理一下 掌握助記池